中华館航廊登舊站在年代前就有147起点开班 透过设立登舟起点,设计可以留在故乡社区 这支安排很多活动节目让生活买不了 中华館经萃生设计不老健身房 将来专家学家跟运动计划 来获得设计划运动健身维持身体机灵 中华在计划运的端子之下进行健身运动 做的运动都是为了老大人所特别设计 主要就是要挖划中部的肌体 让他们可以健康健康 透过一些运动的计划 然后帮老人家做一个激励的训练 然后以防他们减少他们降低他们跌倒的风险 然后让他们有多动 然后增加有氧心肺功能 让他们的生活起居可以让自己可以治理这样子 老人家他容易会跌倒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针对他下肢的激励去做训练 比如说我们会让他训练坐到站或站到坐 然后走路跟他平衡的反应 然后这些都是跟他跌倒会有相关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些去做改进 然后让他们的功能可以越来越增加 苏西区有没有穿人口大部分都是老大人 因此有没有社区发展聚会的特别向管政户 新疆想在登教西古店来照顾附近的中备 在这里上共餐 更希望老大人的健康可以为止 目前我们彰化线的那个巷弄型的长照站 我们总共有125个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长照站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做 除了共餐以外还可以做有关于激励训练的部分 那激励训练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在我们卫生局的部分 我们是安排我们的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或者是由我们卫生局训练的运动指导员 进入社区 我们指导我们这些长辈 有关于激励训练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是说 不只我们的社区据点 可以除了共餐以外 也可以训练我们长者 让他可以延缓失能的情形发生 我们务部社区现在出席已经办共餐 现在又加进卫生局来 要做一个老人的继承保健 这个它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呈现老人化的情形 这个社区功能一定要活化 所以还有老人有一个普通 如果有慢性病的 我们都可以加加注意一下 让这些老人可以有点安心 有点快乐 系统的运动可以促进会议的循环 将近身体机灵 让中价可以应付 理想生活中的工作 不感觉自己渐渐衰落 尽力得到健康快活人生 新中华新闻李明洪 孙阿西 财红伯德